7月25日是一張很重要的唱片 的35週年紀念 而這張唱片當年賣了35萬張 成為七百金專輯 成為1989年香港最好賣的一張碟 大家猜不猜到是哪張專輯呢? 沒錯 就是陳惠嫻的《永遠是你的朋友》 裏面的一首千千決歌 唱到現在仍然有人在唱 這張唱片為何這麽重要呢? 因為當年惠嫻告別香港 去美國留學 讀心理學 臨行之前出了這張唱片 不單止裏面的主打歌千千決歌 整張唱片亦非常受歡迎 破了他個人最好賣唱片的記錄 到現在為止也是陳惠嫻出了 這麽多廣東唱片裏面最好賣的一張 當年不單止得到唱片銷量獎 亦都憑裏面的兩首歌 千千決歌和夜姬 同時成為香港電台的十大中文金曲 亦都破了自己的紀錄 因為同一年裏面有兩首金曲 這張唱片其實很多人都很喜歡 到現在仍然不斷有些載版推出 除了兩首金曲 千千決歌和夜姬之外 還有Dancing Boy 冰點 最後的前面 又或者改編自當年 一套很受歡迎的動漫電影 超時空要塞的日本版主題曲 成為一首真情流露的廣東版等等 還有一首Sidetrack 其實Andy很喜歡叫做應該不應該的 這些歌到現在聽到很多人都很喜歡 但說回千千決歌 又不其然想起當年另一首和他同曲異詞的歌曲 就是《夕陽之歌》 這真的是一個香港 我想有史以來是一個到現在都未有人破的紀錄 就是同一個日本的旋律 被香港兩位女歌手同時改編成為兩首廣東歌 而這兩首廣東歌在同一年都打入了年度的十大金曲 即是無論是十大警歌金曲 或者十大中文金曲 他們都成為金曲 而更加無巧不成說 在港台的十大中文金曲 陳惠嫻和梅艷芳各自有兩首歌 就是入選十大的 陳惠嫻就是千知決歌搭夜姬 梅艷芳就是夕陽之歌搭淑女 所以當年是非常非常熱鬧的 究竟千千決歌和《夕陽之歌》哪首歌比較紅 各有各講 因為他們都成為年度十大 但在商台的《夕陽樂壇》頒獎典禮 如果繼現場觀眾的投票 千千決歌得到最高票數 成為我最喜愛的歌曲 而梅姐的《夕陽之歌》 又在TVB的十大警歌金曲獲得金曲金獎 所以真的各有各紅 但以Andy來說 我的體驗就是當年我比較年輕 喜歡聽千千決歌更多 因為當時覺得很清新 很少女的感覺 但當我自己的人生月曆增加 又有很多經歷後 我又更加喜歡聽《夕陽之歌》 因為裏面講了很多人生的情懷和意境 但我覺得今時今日 哪首歌很紅或好不好聽 不重要 其實在我心目中 兩首歌都是非常有價值 因為它是由我們香港樂壇兩位很重要的女歌手 唱的歌 亦都告訴別人 《跟國不讓蘇美》 在1989年雙雙創下記錄 所以千千決歌 《夕陽之歌》都是我們香港樂壇中的重要一頁 兩首精彩禁中禁曲 大家有空也重溫一下這兩首歌吧